王一博 坚持做自己 酷盖真的有一套自己的世界守则 不会去和不重要的人较劲 很通通 要说看到这些质疑他一点感觉没有 估计也不可能 但是他很清楚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 所以那些坏的人 他也就不往心上放 没必要理他们 为什么有人把时间浪费到不喜欢的事物上 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 专注自己喜欢事情的王一博 真的无法理解那些人吧 不愧是第一个叫酷盖的男人 对不起 不愧是第一个叫酷盖的男人 本来的女人 不愧是第一个叫酷盖的男人 打 Thrones じゃない 是 我